面相好不好,七成看眼镜,最齐全的眼形大图解,快看你是哪种眼形,大家好,欢迎来到佛口圣心的智慧世界,我们将传承佛陀的智慧,分享佛法的真谛,带领大家走向觉悟的人生,敬请关注我们,期待与您在佛口圣心的世界里,相遇,相识,相知。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通过双眸,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个人的善恶,品格,智慧等信息,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大多是通过眼神来传递,眼睛的大小及形状也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。 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,大小不一样,形状也不一样,眼神也不一样,不同的眼睛有着不同的含义,所以眼睛在面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相书约,面相十分,眼独占七分,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面相中主神态的眼形,欢迎对号入座。 通过眼睛,我们可以观其人的精神,气魄,胆识,富贵,受命等等,眼睛关系到一个人命里的层次贵贱,一个人即使五官再好,如果眼睛邪恶或者暗淡无神的话,那么终究也难上得了层次,在面相学中,我们又把眼睛称作日月二宫。 它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重要,也因此神在面相中是非常重要的,看神主要看两个方面,一是眼睛,二是看谈吐,气质等。 眼睛在面相中有多重要,也可以从古人的形容中看出来,古人看相是以神为主,以行为次,神是精神气质等内在的东西,就如日月照耀一切,而行就是五官身体骨骼等实体表象,如同一幅山水画,行是山水,而神是日月,山山水水排列,就算组合地再好,没有日月照幅,他也是暗淡一片。 妖猫传中顾盼生姿的杨贵妃,现代眼形的分类标准很多,标准不同,得出的结论就不同,同样的眼形可能就因不同的标准而有了不同的别称,为方便阅读。 接下来将遵循中国古代的划分法,从形状,向行两方面来介绍眼形。 一,从形状看眼形。 一,阴,阳,眼。 以前的八卦书里,把单眼皮叫做阴,双眼皮叫做阳,所以后来凡是两只眼睛不对称,都叫阴阳眼。 阴阳眼听起来比较灵异和可怕,但这里的阴阳眼跟宗教没关,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小眼。 我们都知道宋朝大清官包拯,就是阴阳眼,其实他的画像就是一只单眼皮,一只双眼皮,流传下来说他死后会到阴间会神鬼神。 这些都是迷信讲法,主要表达他为官轻正,秉公办事,铁面无私的精神象征。 其实,一般人的五官都不是绝对对称的,只是不怎么明显,生理学第一解,事实左脑管理性,右脑管感性,左右脑发展的程度不均衡, 就会导致左右脸看起来不太对称。 一般来说,左右眼大小明显不一样的人,由于左右经常不协调,所以性情必然多变。 否则,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已经失去客观平衡而不自知,会习惯性地依据没有定性的主观来判断事情,让人捉摸不到他真正的想法。 大小眼的人,不论男女看事物,有两套标准,心思甚密敏感,一般都比较聪明,但情绪起伏也比较大,徐子山,张亮颖,张君宁都是比较明显的大小眼。 二,性,眼。 性眼,性是圆的,顾名思义,就是像性和一样的眼睛,特点是,简列宽度比例适当,外字角较顿圆,眼瞳眼白比例适当,眼皮褶皱少,多为内双,眼神干净清澈。 常给人清纯娇憨之感,比同龄人更显饱满年轻。 性眼男性 长出性眼的男性相对来说比较文弱,属于可爱型的,一般不具备所谓的男子气概。 这类眼型的男性很受他人待见,他们在很多场合中,总能够凭借自己的魅力调动氛围,是旧场王,TF Boys的王源,就是性眼。 性眼女性 性眼女人可以说是万人迷,生有性眼的女性,眼睛水灵秀气,水汪汪的眼睛,处处动人,非常可爱漂亮。 这类女性天生懂得照顾人,温柔体贴,是男人们的杀手锏。 张柏芝,英彩,宋慧桥,贾静文,都是性眼。 三,心,月,眼 心月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,两边眼角弯如心月,清秀细长,见人总是笑眯眯的。 眼角下弯更有魅力,两眼角向上弯就不太好看。 心月眼男性 生有心月眼的男性,心思细腻,善于观察,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细微变化的事物,因此,这类男性做事情比较少出现错误,不过他们生性好玩,缺乏进取心。 回忆一下,你知道哪些是心月眼的男性吗? 心月眼女性 心月眼的女性个性温柔贤淑。 善解人意,比较随和,因此人缘好,不过他们意志比较薄弱,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,容易被身边的事物所迷惑。 和解,周冬雨,钟楚红还有汤维,都是细长的心月眼。 四,桃,花,眼 桃花眼,眼睛长,上眼皮弯曲弧度较大,双眼皮又深又宽,内眼角尖而较内线,外眼角细而略弯,眼尾很长。 桃花眼不笑时,形状似桃花花瓣,眼神迷离,媚态闭现,眼睛含笑时,逆成两道月眼,十分勾魂。 桃花眼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,缺一不可。 长住桃花眼的人平时看上去,总像没睡醒。 眼神略涣散,没有焦点,目光却浮露在外,好的桃花眼还要配以色泽鲜润的卧蚕,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魅惑。 桃花眼男性 若是男子长了一双桃花眼,则满眼风流,让人心神荡漾。 桃花眼女性 若是女子长了一双桃花眼,则其眼神似罪,而又楚楚可怜,正所谓一只梨花春待雨, 陈浩,王祖贤便是这种眼形。 五,辽,叶,眼 眼形较致性眼,要细一点扁一点,形如柳叶,柳叶眼又称眉丝眼,有眉眼如丝的意思,拥有这样眼睛的人还是挺好看的。 因为眼眸流转间会带点天生的魅意,狭长的眼形近看也是较为深邃,尼尼,离准机就是这种眼形。 六,同,灵,眼 同灵眼,眼睛圆得像同灵,这里区分一下同灵眼和圆眼,圆眼比较偏向于眼睛的轮廓,比较圆和大,而同灵眼形容更加偏向于瞳孔的圆和黑。 同灵眼睛里面就像有颗铃铛一样咕噜咕噜转很传神,又大又黑的瞳孔,很射人心魄的感觉,就像戴美瞳和眉带的区别,赵丽颖既是同灵眼又是圆眼。 六,下,垂,眼 下垂眼又称下斜眼。 正面看成八字形,眼尾出下垂。 女生若拥有下垂眼的话,不仅比同灵人看起来年轻,给人的感觉也会比较可爱。 这也是小垂眼翘楚徐若轩四十岁能演女学生的原因。 在相学中,除了用桃花、杏核、铜灵等来形容眼睛外,还把眼睛和动物做类比的,比如,凤眼、龙眼、狐狸眼、犬眼、鼠眼、猫眼、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仙人们。 实在太有观察力和浪漫情怀了。 二,相形角度看眼形。 一,凤,眼。 凤眼指小眼角向上的眼睛可分为锐凤眼、睡凤眼、单凤眼三种。 锐凤眼 眼睛细长,瞳孔比较接近眼角,瞳孔上方有三分之一为上眼皮锁盖,眼尾上翘。 其眼光流而不动,迷人而富有魅力,个性温柔,充满温情慈祥,只是好奇心众,容易轻易相信别人,如能坚持走正道,前程光明灿烂。 睡凤眼 眼睛细长,大半个瞳孔都被眼帘盖住,林黛玉就是睡凤眼。 单凤眼 眼睛类型的一种,单凤眼整体属于细长形,双眼皮,眼珠炯炯有神,以及眼尾的部位靠近太阳穴,一般长有这样的眼睛的人,不仅有聪明才智,还守信用。 爱憎分明,侠干一胆,有热心肠,别人要遇到了困难,这样的人一定会伸出援手帮助他们的,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就是著名的单凤眼。 二,龙眼 龙是我们想象中的至高至上的神奇动物,谁也没有看过真正的龙,所以只能说是理想的象征。 被认为是龙眼的眼睛,单眼皮,眼头圆形,眼尾细长,眼瞼裂阔,极具威严气质。 眼珠黑白分明,炯炯有神,这样的眼睛,运势和事业发展较好,婚姻美满,眼大光亮,有神,显示出领军地位的霸气,浮起多多。 三,狐狸眼 狐狸眼就是我们常说的媚眼,狐眼,狐狸眼眼睛头部比较低,带住点勾圆,眼尾部位向上翘,眼睛中间部分呈现正方形,眼睛围黄色,看起来很妖魅。 狐狸眼男性 狐狸眼长在长在男人脸上,就会比较花心,他们和桃花眼男人一样是情场的高手,专门玩转爱情游戏,证明自己的魅力。 狐狸眼女性 有狐狸眼的女性看起来特别魅惑,男人们常被这眼形的女人勾引,这类女人非常缺乏安全感,但同时,这种眼形的女人冰雪聪明。 机灵,从不赤亏,张曼玉,范冰冰,还有秦海露都是狐狸眼。 四,拳,眼 拳眼呈三角,金色或黄或青,看东西的时候目不转睛,看起来很认真,拳眼的人常常侧头携视,生性机敏乖巧。 拳眼男性 长有拳眼的男性聪明灵活,反应超快,能够机智地处理突发事件,不过这类男性在礼仪方面较差。 拳眼女性 最八卦的人非这类眼形的女性莫属,不过她们智商过人,可谓冰雪聪明,也比较古灵精怪,路易的女儿辈儿的眼睛就有点像可爱的狗狗眼。 五,鱼,眼 鱼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圆,屠璐,昏黄,略带水光,上眼皮靠近眼梢三分之一的地方往下垂,好像盖住眼珠一样,眼白浑浊不清,整只眼看上去毫无光彩, 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戏称的死鱼眼。 鱼眼男性 长有鱼眼的男性身体比较虚弱,看起来一副软绵绵的样子,没有男子应有的气概,经不起大风大浪,做事情有头无尾,不能够坚持到底。 鱼眼女性 女性生有鱼眼并不好,这类型的女性多愁善感,天生体弱多病,打小父母就为她们操了不少心。 六,猫,眼 猫眼短而圆,同人略带黄色,看起来亮晶晶的,非常有神。 这样的人温和单纯,家中富足,能力很强,一生常常能得到显贵人物的垂青。 猫眼男性 猫眼男性适应能力非常强,很有才干,而且是个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,这类眼型的男性既懂赚钱又懂得如何享受,可谓活在人间的仙人。 猫眼女性 猫眼女性性格单纯温和,喜欢一个人独处,静静地享受自己,得一片天地。 她们是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,和这类眼型的女子在一起。 你一定会觉得生活很有趣味。 周运,赵薇和舒奇,看化妆之后的照片都有点像猫眼。 七,鼠,眼 鼠眼的特征是小解缘,惊黑若妻,由于受鼠目光,贼眉鼠眼等成语的影响。 人们对长住鼠眼的人会有天然的偏见,认为她们胆小怕事,而且不够诚恳。 不过,这些都是误解,面向跟人的品行之间不能简单粗暴的话等号。 鼠眼女性 生有鼠眼的女性多相貌不佳,她们也因此而感到自卑,这类女性自幼多被人忽略,从而造成了她们极度的没有安全感。 鼠眼男性 鼠眼男性通常叫精明,且长相喜感,有特色,容易让人印象深刻,所以很多小品,相声演员和主持人都是鼠眼男性,如拱汉林,杜海涛,小沈阳等。 那么,你是什么眼型呢? 不过,以上论述要遵循相不独论,因为在实际项面的时候,还需参照其他五官部位,以及身材体型、气色、声音、气势格局等,只有综合参照分析,才能准确判断。 可是还是欢迎各位在留言区讨论,自己的眼型是哪一种哦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